今天给姐妹们分享一个 不愿放弃自己的中年妇女 最后的倔强 人上一点年纪 年老 色衰 毛细 这个发卡 安理给你们 它叫十号单片夹 适合正常偏少发量 它的好处是宽 同样一条马尾辫 你用橡皮尖一扎 猴子尾巴 你用它一夹 好多头发 这头发长在头上啊 你不知道它多值钱 洗个头随随便便掉一把 但是 直发十块钱一更你知道吗 一天挣的还没掉得多 比它惨的 也就只有股票了 博主安理的这种胎毛刘海 用胶粘在这个M角的位置 粘好再用自己的头发盖一盖 但它产生了一个二律背反 如果我头发不够多 就盖不住 如果我头发够多 就不需要 这哪里是假发片 这分明是风一吹就会露出来的暗底 然后中年妇女的双眼皮 她会慢慢往下吹 越霜越小 到最后 她挂下来 变成内霜 也可以重新去拉个双眼皮 但是我也没有十分动力 挨一刀又不能重新找对象 这个双眼皮贴 还是我女儿教我用的 喷点水 贴上 行了 又给到科技很活 十年的发展时间 表情管理是一门学科 这是博主推荐的笑容训练器 效果上不明确 副作用是淌口水 还不如咬筷子呢 体态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美女和明星的区别是什么呢 体态 仪态 动态 我们这些普通人 脖子不前倾都能加十分 毕竟起点太低了 这种脖子前倾矫正器 我买过两个 就是带着枷锁 押腹刑场去砍头 也至少不用同时搓抹布啊 带着她我还怎么做家务 但上班摸鱼可以 像我们这种 不是特别热衷于搞脸 也不太积极化妆的中年妇女 日常只想求个荣光焕发 精神面貌积极向上 一张岁月静好 随和友善的脸 就是我们防御一切恶意的盾牌呀 管她东南西北 腰风斜风 我自窥然不动 过好我的日子 这就是给生活最好的还击 别说了 这就是给生活最好的 这样一切 т fact 我必须 什么 我支持 我 别说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